由北京新宝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独家承办 华通国际教育总冠名的 2023中国好声音洛杉矶站海选日前圆满收官 即将进入新的赛段 2023中国好声音海外见面会 全美主办方执行主席Tiffany表示 海外见面会一路走来 伴随着很多的质疑与不解 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了中国好声音海外见面会的存在 并表示非常高兴 在遥远的国度也能参加中国举办的歌唱比赛 对此活动主办方感到非常欣慰 大家也看到今天我们的选手们 个个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其实这一路走来都非常的辛苦 也不容易洛杉矶站将要进入所谓的复赛 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我们 让我们为音乐而唱 为梦想而唱 2023中国好声音洛杉矶站海选 由M3GM模特传媒学院联合主办 最后两场海选的重量级评委 包括曾任美国好声音海选评委的 Joshua Wins 格兰美奖评委 韩志明 及洛杉矶知名音乐教育家 陈和霞 今天的这个 第七场洛杉矶的海选 最后一场 我觉得真是 这一场呢 刚刚经历过之后呢 感觉到歌手非常优秀 在格兰美参加了18年的评委工作 那我今天 surprise看到我们中国 有很好的 这个 single style 将来的这个rock style 非常高兴 It's a pleasure and honor to be here hearing so many talented young students and singers of so many different genres and styles 比赛中也发生了感人的一幕 一位癌症患者为了三岁的孩子 站在舞台上唱出自己曾经的梦想 也希望能顺利晋级 执行主席Tifani表示 主办方秉承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对待每一位学员 希望大家都能为了梦想不断努力 舞妄初心 中国好声音洛杉矶站 马上就要进入到五月份比赛的尾声 美国其他地区也相应展开了海选 不同地区的参赛者 可以选择就近报名参加 风和卫视唐子如洛杉矶报道